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为糟糕的一年了 债务危机全面爆发 2万亿的债务让恒大可以说是束手无策 乌漏偏风连夜雨 海南省丹州市发布了一份通告 责令恒大在10天之内自行拆除 海华岛39状的违法建筑 我们说曾经那个风光无限的恒大 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随着一系列的调控政策出台 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在未来 又该如何适应和发展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将会详细为您分析 首先我们还是来一块来关注 今天亚洲主要股市的收盘情况 内地股市在周二可以说是 持续的低迷状态 呼声股市是低开 低走 或只是收报在了3595点 跌幅达到了1.02% 而深城市同样也出现了下跌的情况 跌幅达到了1.8% 一天来算的两市的成交额 达到了1万3000多亿元的人民币 那港股呢则是同样 失守了2万3000点的整数关卡 中场是下缩了1.64% 收报在了2万2907点 台湾股市在结束了 昨天的一路高歌猛进之后 在今天同样出现了 高开低走的情况 收报在了1万8499点 跌幅达到了0.14% 同样我们再来盘点一下 在亚太区内其他主要市场的情况 同样也是跌多涨少的 新加坡的股市下跌了0.56% 暴在了3163点 那么日本股市呢连涨两天 中场收报在2万9332点 升幅是达到了0.1% 韩国股市结束了两年升 下挫达到了超过1%的幅度 在今天有一则消息 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那是中国的动力煤 最大的海外供应国 印尼呢很可能将会在近期 取消月初颁布的煤炭出口禁令 印尼的官方在1月1号曾经宣布说 由于担忧国内电力供应不足 将会禁止煤炭出口一个月的时间 那煤炭呢将会优先供应 给印尼国内的煤炭火力发电厂 但是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在周二获得了750万吨额外的煤炭 印尼当局就会在评估 国家电力公司 以及独立发电商的库存量之后 周三重新来考虑 是否要解除出口禁令 我们来追溯一下 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呢 新疆首家特斯拉中心 是正式地开业了 特斯拉在官方微博上 公布了这样的一体消息之后 引发了外界大量的关注 有美国的政客更是以所谓 新疆人权问题攻击特斯拉 还有反华组织呢 一直在鼓吹特斯拉要关电 有专家就认为说 美国国内某些势力反对特斯拉 在新疆涉电 这也反映出了美国 对华经贸政策的前后矛盾 那美国利用完全捏造出来的 新疆问题来限制企业的发展 也让美国的本土企业 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当中 那至于亚裁区内其他的媒体 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 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日本NHK放送协会报道 丰田北美公司日前宣布 2021年在美国的新车销量 较2020年增加10% 达到233.2万辆以上 首次超过美国最大的汽车销售商 通用汽车 这是通用汽车 自1931年来首次失去 美国汽车销量全年冠军的宝座 报道称 混合动力车 和其他车的普及持续 增加了丰田在美国的销量 韩国KBS放送公社关注 韩国塑料垃圾量在6年内翻倍 每个韩国公民每年产生的 塑料垃圾量为48公斤 超过日本是中国的3倍 新冠疫情爆发后 简易用品中的塑料垃圾量显著增加 2020年 韩国的塑料垃圾量 比前一年增加近20% 不过在ESG的热潮中 有不少韩国企业转型进入废塑料回收市场 这我们有听说也有了解到 就是大概会涨两成到四成 在咖啡豆的部分 全球原物料价格大涨 连咖啡豆也不例外 台湾东森新闻报道 受到气候变迁影响 去年咖啡豆产地出现欠收 与品质下降的情况 加上疫情导致缺工 咖啡豆成本应声大涨 估计涨幅高达两成到四成 而其他原物料价格也纷纷冲高 有店家称咖啡售价可能会就此上调 但有民众就表示不会为此买单 整个2021年 曾经风光无限的恒大 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不仅是债态高筑 在12月底海南丹州的一纸文件 要求恒大在10日内 拆除海华岛39状违法建筑 更是将恒大推到了风口浪尖 在下一节 我们特派记者陈卫希 将带您直击南海南的 海华岛现场情况 另外我们也会请到 香港著名的学者 财经分析员曾渊昌博士 带您一块来详细分析 稍后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透视 乌漏偏逢连夜雨 船池又遇打头风 这可能是目前对于恒大 最为贴切的描述了 1月3号的深夜 中国恒大集团正式集团 在海南的海华岛39状建筑 被责令限期拆除 这也成为了中国房地产业 开年的第一宗爆炸性的新闻 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中国恒大旗下同事界集团 周一深夜发布置 海华岛业主的一封信 证实海南省丹州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 责令恒大在10天内 自行拆除位于海华岛2号岛的 39栋楼 设施楼与总建筑面积 约434,941平方米 恒大强调 拆除决定不影响其他地块 2010年10月 丹州市政府与恒大集团 签订填海项目 投资开发框架协议 2012年12月 国家海洋局批复海花岛项目 建设用海规划 到2013年8月底 恒大取得全部海域使用权证书 并自2015年起投入开发 6年多累计投资约810亿元 2019年4月 海南省对海花岛存在的 违法违规行为立案14宗 处罚款约2.15亿元 并要求恒大暂停建设 暂停营业 2020年5月 丹州市对海花岛39栋住宅建筑 下达停工令 并收回预售许可证 截至去年11月 恒大与全部业主解除 328套购房协议 此外 面对债务到期压力 集团旗下的恒大地产将与本周五起 一连四天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神议延期半年兑付 在岸人民币债券的回收资金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也特别请到了香港著名学者 财经分析员曾渊仓博士 另外我们特派记者程瑞希 就在设施的海南的海花岛现场 先来问问瑞希 目前在海南的海花岛最新的情况如何 就我们现在观察 你背后的这个夜色 已经是非常浓重了 在这39幢的建筑 是不是也已经开始拆除的程序了呢 好的 万俊 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在现场 这两天恒大方面 对于要出入这39栋违法建筑的 我们说这个道路 感觉是非常紧张了 那么首先 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住宅区 要走到那个39栋的违法建筑 还是有一段路的 但是它只有两条路 并且恒大方面已经在 从昨天开始到现在 在这两个路口呢 是设置了查岗亭 并且是有大批的安保的 还有工作人员在现场职守 那么包括说像他有看到这个 有游客或者是业主 以及像媒体的这些人员靠近的话 他们都会上前喝止 那么禁止一切非工作人员进入到现场 而现在呢 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就是恒大对于拆除方面 貌似没有进行太多的一些准备的工作 那么首先我们在现场观察到 可能会有一些塔吊车 以及是我们说建设的一些装备 有相近移出现场之外呢 除此之外 我们并没有看到恒大有对于拆除 进行更多的一些我们说表现 因为我们目前从这个整个39栋的建筑物的数据来看 它的总建筑面积超过了43万平方米 同时它的占地面积是超过了二号岛的十分之一 这样子一个巨大规模的一个建筑群 其实想要在10天之内限期它要拆除的话 其实难度非常的大 以目前所有的一个方式 最佳的就是对于楼体爆破 但是很明显我们看到恒大方面 并没有做出太多的一个表现 而对于住在海花岛的一些业主 对可能进行拆除的建筑群 他们表示是非常的惋惜 那么首先呢 他们惋惜的不仅仅是耗资了数十亿区 打造的这样的一个住宅群 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对于可能要进行拆除 对于环境可能会带来二次的破坏 同时呢 对于这39处的违法建筑拆除 可能也会担心 对于他们本身在海花岛的这些物业 有带来价值上的一个下跌 万俊 好 谢谢瑞西在现场给我们带来了 这样一个描述和介绍 再来问问曾博士 曾博士您看 过去一年恒大的这个股价 经过了连串事件的冲击 一直是在节节下缩当中 不过随着这个海花岛楼盘处理结果公布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在昨天股价复排之后 股价还一度飙升了10%左右 今天股价小跌0.62% 不过仍然是跑赢了大势的 那么有消息就说了 恒大的楼盘复工率 也已经超过了90% 不过就现在来看 似乎恒大的这个处境 仍然不算乐观 那么今年就您的观察来看 恒大能不能完成逆风的翻盘呢 是的 我认为还是不乐观的 这个昨天这样子上涨10% 只不过是跌过头了 那有人这个趁机捞底 堵一堵 然后而且也有人可能是 这个架这个空仓等等 这些短炒的这个行为 但是整体来看 依然是不乐观的 这个中央在过去 稀奇多多年 那反反复复 做出了很多次的这些调控 那最早的调控 就是1994年的宏观调控 那时候很多房地产商 是真的破产 那很多房子就变成了 这个买楼花的人 就变成了烂尾楼 就是收不到房子 那但是后来 中央就觉得太恐怖了 那就决定放 所以过去很多年 就经常有这么一句老话 就是说一收就死 一死就放 一放了又乱 乱了又再收 那不断的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那我相信这一次中央是有决心 好好的整顿这个房地产商 最重要的是 不要让这些房地产商借太多钱 那就是把太多的这个资源 就放在这些中央认为 对整体的这个经济发展 这个贡献不算是很大的投资 曾经特别提到一点 就是房地产商的这个高杠杆 是一定要注意的 那我们再来问问瑞西 从海花岛项目的设立开始 已经陆续有预售合同签署 到目前为止 恒大签署的这些预售合同 都是如何在处理呢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1月9号 这是拆除的最后期限了 像你刚刚介绍的这个情况 目前看不出来 它有拆的这样一个动向 那恒大有没有给出最后的回应 如果说过了最后的期限 恒大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呢 是的 万俊 那么其实对于恒大的这个项目 我们要从2019年开始 因为当时这个项目 在2019年底的时候 已经是被我们说 单州市的市委市政府 已经是发出了相应的一些警告了 同时已经是进行了一个整改 并且是罚款了接近2亿元人民币 但是那个时候提出的一些整改方案 似乎是并没有满足到 我们说当局的一些认可 所以一直到2020年的5月份 这个项目是遭到了全面的一个停工 但是我们知道恒大 特别是很多的我们说内地的地产商 他们在拿到房地产建筑许可证 同时是同步是拿到预售的一个许可证的 所以他们在建的时候 已经像大概有300多户的这些业主 是已经把房子卖给他们了 不过在这个整个项目停工之后 恒大方面其实也是表示 对于这些已经预售的这些业主 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协议 那么目前的协议的整个方面 一个是就是说 如果业主希望退房 那我们可以退房 那么希望如果你能换房 我们也能换房 那么不管怎么样 到目前为止 这39栋的这个违法建筑的一些 跟业主之前的一些购房协议 已经是全部解约 并且已经是得到了妥善的一个处理了 不过对于恒大来说 他们我们我们早前其实预测 恒大呢 他可能不会进行拆除的很大原因 他们会选择行政复议 那么其实果不其然 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当周市政府的相关负责人 就有最新的回忆 其实恒大集团在昨天 也就是1月4号就已经向他们 提交了申请这个行政复议了 那么目前我们根据行政复议的 一个流程可以去计算 一般的机关单位 收到企业的申请之后呢 会在5到8个工作日内 给到回复 那么目前呢 包括像更上一级的部门 海南省政府呢 也是答应会在近日 对于社会舆论关切的 对于这个海花岛的一些问题呢 做出统一的这么一个回应 但我们相信啊 目前在这个拆除风波的海花岛呢 最快 预计最快 在本周之内 可能就会迎来新的一个答案 万俊 好 谢谢瑞希 再来请教一下曾博士 您看不止恒大 最近有不少的这个 内地房地产企业 都传出他们的财困消息啊 也拖累了板内的这个 内房股的整体表现 就您的观察来看 恒大事件是一个单一偶发的事件 还是说很多的房地产企业 可能都会面临这种风险 那么对于2022年来说 整个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前景 您如何来判断的是 看淡还是看多呢 基本上我还是看淡的 最整个房地产这个行业 是看淡的 那恒大的这个事件 绝对不是一个偶然 而且是单一的这个事件 而是整个中国的这个房地产企业 的一个普遍的现象 当然我说普遍并不止 是指全部 而是相当的部分 这个问题是他们借钱 借的太多 那使到这个整个贷款的这个比例 那太高 所以这个中央的这个三道红线 不是最近才推出来的 只不过最近呢 严格的是自行 实际上三道红线 已经推出了好一段时间 但是习习多多的这个房地产商 就不理不睬 那为什么不理不睬呢 他们一直就是以为 这个所谓房地产 这个中央的这个打压 时间会很短 那压一阵子就放了 就好像刚才我所讲的 一收就死 一死就放了 所以他们就在等待放 但是等来等去 我相信这是中央 是不会这么容易的这个放 而基本上也不是 所有的房地产商 都有这么高的这个贷款 我们只要留意一下 这些内地房地产的这个股价 拼不过是全部都在下跌 那有一些还在上涨 那主要还是在看 他们的这个负债的这个比例 好 特别感谢 负债比例高就问题 好 特别感谢曾博士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给我们做出详细的解读 也要感谢瑞西 在海南现场 给我们带回第一手的资讯 那其实恒大事件的背后 房地产市场的规范和稳定 仍然是一个大势所趋的 中央连续三次 不断在喊话房地产的重要地位 就代表了市场参与者 在楼市调控下的一个鲜明写照 2022年的房地产工作 如何开展 一个字 那就是稳 稍后呢 我们将会和财经评论员 朱文慧先生一块来探讨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透视 在刚刚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特别聊到了 恒大事件的一个 详细的情况和分析 在这一节当中 我们继续邀请我们的 财经朋友朱文慧先生 和我们回来探讨 欢迎朱先生 朱先生说到了恒大的事件 那接下来我们不妨 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下 如果说这次单周市的 这样一个文件 我们说一定要硬性的 在这样一个规定时间内 拆除这39庄的违章建筑 其实刚刚瑞希也特别提到了 可能选择的方法不多 只剩下了这个爆破拆除 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爆破的费用怎么办 清理垃圾的费用怎么办 这可能不慌 还有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政策 实施了之后 也许恒大肯定是输掉了 那有没有真正所谓的赢家出现呢 我想如果说真的照这个方式 在十天之内 按照这个文件的要求拆掉了 或者是它只能用爆炸 爆炸之后 如果说真把39栋的爆炸 那可能是全世界规模 差不多是排在前几位的 这个民用爆炸 那你怎么去十天之内 把那个垃圾给清掉 而这个过程当中 所产生的大量的环境的负面影响 因为你炸了之后 对地基有没有影响 然后那些建筑垃圾怎么处理 对吧 那些其他的东西受不受影响 那这个其实你评估一下 就发现十天之内 评估可能都完不成 那么更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经常说 有时候一个政策设计 你要看如果说你出台这个政策 出来是这么一个后果 你会倒回来想我们有没有一个 更好的政策来做这个事情 那现在看来其实是有转机的 因为在这个文件当中 也特别谈到了 就是可以行政复议 那么如果行政复议还是不满 川普还是没有达成协议的话 那可能是在法庭上建 但是我们想就是不管 最后是一个什么结局 其实这个事情本身 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我说一个警惕吧 就是我们出台事件的 出台各种政策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兼顾各方面的利益 然后才能够很好的去推进 其实你也特别提到 这个政策的问题 我们也看到住建部的部长 王文慧也特别提到了 调控政策一方面要有稳定性 持续性 另外一方面还要加强 它的针对性和协调性 那以前我们可以看到 房地上行业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比方说高杠杆 高周转 还有这个高负债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既然要说要稳定到 房地产的这样一个发展 以前我们说到的这些问题 在接下来 是不是都要进行一定的这个调整 这对于接下来的这个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 是不是会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呢 这个房地产的调整呢 我现在更加关心的 就是所谓的叫软糟路 因为我们其实看到 像咱们今天节目 是从两方面去分析 一个方面呢 那就是从这个金融层面 从债券啊 理财产品啊 这个上下游的这个资金链啊 甚至他们的这个股价啊 等等 来做一个金融层面的分析 金融怎么防范它的系统性风险 那么另外一块就是说 从实体的这个层面 那这次这个39栋楼 让它拆掉就是很典型的 一个实体的层面 当然我们说实体层面 比这个涵盖的范围 在全国看还要大得多 所以从住建部 你看它仔细的仔细看 他们的相关讲话 还有这个年度的这个工作 这个相应的这种部署的时候 发现房地产 其实还是中国经济 非常重要的推动力 所以它定性为 叫最重要的内需 所以住建部也花了很大的时间 和精力他们去研究 就在当前这么一种 房地产形式下边 怎么去开拓新的需求 这个新的需求包括什么 可能是2000年以前建的房子 它很多是属于危旧的 是不是可以改造 地下的管网 因为很多原来老区的地下 没有这个很现代化的管网 特别是原来有一个地方 还出现地下管网的这个爆炸 造成非常大的这个损失 那么还有呢 这个满足刚需 怎么更好的满足改善性的这个需求 等等 我想这些其实都是谈到了 在明年用稳字的情况下 在房地产市场上 怎么去真正实现政策的软糟路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 负责日常工作的这个副主任 韩文秀 最近也特别撞文 特别提到了 就是一定要房地产 健康稳定的发展 其实他也特别提了 房地产行业目前几个特点 一个确实规模比较大 另外设计范围又很广 整个链条也很长 那么对于经济也好 金融也好 这种稳定性还有风险的防范 可以说非常强的 这样一个系统性的影响 所以在这一块 一定要做下很多的工作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中央财经工作会议当中 特别提到 一定得要审慎地出台 具有收缩性的这样一些政策 这是不是意味着 以后在各个层面的 这种政策制定的时候 我们可能更多地 要考虑政策的周全性 稳定性 还有长效机制 这个角度去考虑了 对 其实就是你后边提到的 对于政策的出台 就是要考虑它的 其他方面的效应 所以这里边出现 所谓的叫做合成的谬误 本来这个地方出台的政策 觉得挺对我这个路子的 或者说我从这个角度 出发的挺好的 但是它合成一个效应 就会出现一个 你意想不到的一个负面结果 还有一种叫做分解的谬误 就出台一个宏观政策 比如说像减碳 有的就是运动式减碳 然后把它一层层分解下去 在什么时间以前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到 它又造成另外一个 可能这打的是另外一个地方 或者说另外一个企业 另外一个行业的 这么一个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说 在做决策的时候 可能因为2022年是稳自当头 就更多可能是怎么从稳定 就包括行业的稳定 包括地方的稳定 那么尤其对一个具体的事件 它有没有可能引发成 一个周围一些不相关的事情 也受到影响 那么还有呢 或者说是要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 那可能造成一个意想不到的 一个负面的一个结果 所以从这些 我想在未来一段时间 不同地方还会碰到 同样的一些情况 所以其实我们说 经常有底线思维 那出来一个政策 你想这个政策可能会带来 哪些好的哪些不好的 一定要做一个周全的统筹兼顾 一个综合平衡 可能的政策 就是比较稳的一个政策 当然稳中还是要囚禁 囚禁就是什么 就是要继续改革 继续开放 继续以人民为中心 继续让当地的企业和百姓 有更好的获得感 好 特别感谢周文慧先生 今天在节目当中 为我们做出的评论和分析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 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陪伴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最后大家都在家传手 123 osau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